请各位学者专家入座 会议即将开始 并请将您的行动电话关机 以免干扰会议进行 为维持会场清洁 请勿将食物带入会场 谢谢合作 本场次由成功大学中文系 王三沁教授主持 共计发表三篇论文 现在宣读议事规则 主持人两分钟 论文发表每篇十二分钟 特约讨论人讨论一篇论文的时间 为八分钟 讨论两篇论文的时间 为十二分钟 综合讨论十二分钟 综合讨论发言时 发言人应先经主持人许可 请先报告信领及服务单位 每人以一次为原则 发言时间以两分钟为限 论文发表及特约讨论 时间结束前两分钟按铃一短声提醒 时间到按铃一长声 之后每一分钟按铃两短声提醒 现在恭请王教授为我们主持 各位贵宾 还有在座的主讲人 以及在座的这个套讨论 这个场次是由我来跟大家做一个服务 只有两分钟 所以不能多演 我简单介绍在座的主讲人 首先在我右手边的是郑国权教授 郑国权教授 他可以说著作等身 可以说在现在研究南系里头 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学者 第二位流量方教授还没来 那我们就跳过去 我们现在最右手边的 是我们那苏庆华教授 他可以说来得最远 来自于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在过关歌这一方面 割策这一方面研究相当深入 那曾经在去年也来发表过一篇文章 那照左手边这个推讨论的人 是施炳华教授 施教授是我们成功大学 那他跟我从做南馆开始 那已经差不多二十来年了 现在也做了不少的 这一个歌载车的这一些作品 所以不管是南馆歌载 他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那由他来做这特约讨论 好 又因为另外一位 特约讨论的人高美华教授 还没到 那我们现在不耽误时间 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再做 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 先交给郑教授 来发表他们 大家好 我叫郑国贤 整个不是什么教授 我大学都没有上过 胡医师我们那边施验 聘我一个刻作教授 所以冒我这个名字 这个十几年来啊 我们跟这个成功大家 是很有缘分 那七年我们在编那个 离境旗言古今坛的时候 陈颜教授 明清版本的发现的教主 那从当中发现一些隐蔽的问题 那这个文章比较长 我只能这个简要的 所以说请大家指教 那么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陈三路五梁的这个题目里 因为陈三路五梁这个民间 故事转化为黎言戏 传唱到弦馆当中 是从明南到台湾到东南亚 它这个时候传播变 时间最长变最广 所以它当中包括了文学 戏籍音乐荒言民数 所以我那里说 别在明南的什么作品 从作品来说没有办法 谁能够超过它 所以应该它是 明南文化的重要代表着词译 这个应该很好的研究 那么这个戏现在还在演 弦馆还天天在唱 《生三路梁》的曲子 那么这个戏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它给我们留下很多历史记忆 就是这个明清的版本 那么大家比较熟知的 就有家境的明家境的黎境记 明万离的立志记 清顺之道光光细的三本立志记 还有黎恩系艺人1952年 口熟的陈山 1954年华东慧眼一等奖的 几本陈山如阳 这样有七个版本 那么不久前我才发现 还有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过去少有人注意 它是隐藏在黎境记的上栏 叫新增高兰 那么在这个交定当中 才发现它那个自曝家人 在跟那个小姐对话当中 他陈山带一个安童 到广南到贵兰 歌舞厅去找二姐三姐刷一刷 那么在对问当中问说官人高兴 他说东边一个儿 那问他是姓陈吗 他说正事 官人尊行 你排第几 他说是川子打痕 四川的川子打痕 那问他是山爷吗 他说正事 所以这个陈山这个名字才冒出来 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样说就是黎境记黎之记 不止一名带 在松岩戈兰瓦瑟当中 就有陈山在写计 因为后来的这个陈山跟安童 到广南到潮州 这个都一般象征的 所以你这样就是陈山舞陽 这么一个戏就有八个版本 那么这个八个版本 我们全球地方戏记研究社 从99年到现在 我们都全部给他出版 都把他拿到的书影 连同教定本出版在这些书当中 一本就是黎境记黎之记四种 就是明代的黎境记 跟清代三本黎之记 出一部书这一本 去年出了一本万里本的教定本 在以前的那个全州传统戏记的重书 的第一件跟后来的一本 全州明经戏记黄言 这样说就是说我们能够拿到的八个版本 连同他的书影跟教定本 我们全部出版 那么这些版本明经版本 这个不是我们说 全州原来保存的 不是 原来很多版本在全州 甚至在郭瑞 是荡然无存 无人手持 这个的发现是在19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有个叫向大 到伦敦图书馆才发现的这个东西 那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些本子过来里 这个丽竞记在世界上有两本 一本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一本在英国牛珍大学图书馆 两本 万里本的丽之记 就一本是在奥地理国家图书馆 顺之本是吴索丽先生 在吴索丽先生的老师 台湾的一个叫神田教授的诗 个人的长本 道光本是全州在全年才发现 也是固本 光细本是吴索丽先生 从华国斯伯尔教授那边要回来 后来这个光细本 我们全州也发现了两本 那么总的说如果说没有这个 这个国际间的合作跟两岸的交流 这些版本很珍贵的版本 不可能回到我们所列 那又是我们的当地还是比较知识的 让我们这样一本一本出来 这样就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研究的这个资料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很多研究工作 因为就是资料 延始资料不住 所以有些这个传递的东西不太准就 那么我们这几年在教定的时候 这些东西又加一研究 又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历境记》《颜岸图论女》是一部戏 实际上它是三部戏 刚讲的那个《勾兰陈山》就是第二部 还有一部戏叫《颜神》 它那个书的名字刻板是姓颜色的姓颜的颜色 实际上是那个陈燕神与靖娘的这个恋爱故事 就是《南宋柔岳先编醉翁若潭》那一本书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编成戏加了一个秋蓝 好像红凉色的人物 那是成为一部戏 这个戏的当中也是在《黎靖记》的上面 它只有唱词 没有编白 这个是延代作品的形式 那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是保留了很多很严实的谎言 全《明南亡言》 第二个实际上是 它这个戏就是陈山五粮的影子 就是陈山这里五粮含有一个义纯 它那边有一个陈燕神 一个秋兰 有一个靖娘 三个人物 所以这个戏其实在跟它有些关系 所以为什么黎靖记的这个新南堂 刻这部书为什么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 我怀疑它是同一个家族 这是第一个 黎靖记不是一部戏 是三部戏 第二个 黎靖记的那个新南堂 它在书的后面说 是根记曹州泉州两本荔枝记和编 是和编本 不是手上本 那么这个书画有没有根记你 以前都一直找不到它这黎靖记的两本底本 后来我去年在编那个万历本的栗子记才发现 黎靖记当中有十个音 十个那个唱段后面标两个潮墙 这个东西以前一直不可理解 因为它这个当中没有唱 没有弃谱 不是唱词 是文字 后来根据这个万历本一看 十个潮墙的唱词全部在万历本 那么这个有时候逻辑上会混乱 你黎靖记在前万历本再后 为什么会前面的引用后面呢 不是 是它前面 所以真的从这个东西发现证明 黎靖记在明代 在离明代佳靖之前 的确有两本黎靖记 那么这两本黎靖记以后编为黎靖记 但是曹州这又到 黎靖记出本四五年以后 又出了一个黎靖记 是曹州本的 曹州望远里 在六四五年以后 出了一个顺之本的 就是斯平华教授送的这个黎靖记 那么顺之本的这个四个潮墙就没有了 是地地道道的全座系统的 它那边是潮墙系统 那么这些关系 这个两个潮墙这个符号的发现 就为我们解决黎靖记前面的两本 黎靖记本心到后面的万历本 到顺之的 这个栗子记 五本系一百五十年冲横交错的传承关系 那这样东西就是有这些康物的发现 才能够能够明白这些事情 那么第三个发现就是 原来这个黎靖记还有一个黎靖传 是小说 长期来好多人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那么这个陈医研教授研究一个黎靖传讨 画表一篇文章我们把它转载了 实际上一个小说一个 但是共同一点就很多人认为 这两个东西都是黎智 明代的思强加黎智著作的 实际上不是 因为它这个是编本 不是他做的 这个可以合定 第四个发现就是 那个中国戏集通史 是一种非常前唯的一本著作 它就把黎靖记认为是一扬墙 是一扬墙的作品实际上不是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有个误会 那个黎智记的那个书名有二十几个字 重看武色朝前正如私直北起黎智 黎智记细文 那么这样正如北起四个字 他们那个中国戏通史的编程去误会 所以黎智记增加了很多北起 那一定当然是一扬墙的 是福建离北的 实际上那正如的北起是 放在黎智记的上南 就是那个这个蔡博街西江记里面的唱段 都是北方语言 那个刊本当中驻两个阵营 就是官话的 所以这个误会就把这个一扬墙 把黎智记列入一扬墙 不可想象 怎么用一扬墙来唱的演技 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个就是包括前两年这样的大研究家 写的那个细文概论也有个误会 他认为说细文传到传作 传作的当地人 根据细文再来编这个黎智记 实际黎智记刚刚讲的是 重编本是由来已久的这个细文 到那个时候才重编的不是新创作 所以前两个先生这个判断也值得上线 那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刊本的发现 对我们有个什么帮助 就是说这些刊本对于明南文 两个大的贡献 一个 他们除了孤兰成山之后 全部是明南方言写的 这个在中国所有的细极刊本当中 是对于无论 那么这个方言的意思就是 保留了很多我们很严实的这个明南方言 明南方言 因为这个方言以前古人怎么说 明代人怎么说 全说方言明南方言 没有落云不知道 那么这些刊本当中用了很多的戒因字 用很多的戒因字 戒因字当中我们存作这个戒因字 去查发现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有一个字 那无良叫一纯放回去 无良说你哪乐胡靠丹文 你哪乐胡靠丹文 你哪乐胡靠丹文 这个纳字 不知道什么字 都写那一个的纳字 是将这个字来自司马前的纳字 产生报李南书当中 所以我们从这些 当时刊本记录的这些方言 他的戒因字 我们找出来自司马前的 来自桃园明的 来自苏东坡的 这些很多 都来自这些明家明度 说明这个方言是非常久远的 那这样方言的 我们从这些刊本当中可以说明 明南方言的长期稳定性 保证了全这个明南的地方 续去闲滚淫业的长期的生存 而且能够原来利索这个长生不老 这是一个 这些刊本的证明是我们明南文化 对这方面的贡献 第二个的最大贡献是 简体字 这些刊本当中大家留心注意一下 至少白或普世是简体字 是简体字 比如说两个圣贤 圣贤两个字 前几年以为台湾修哲 他说什么字简都可以 但是那个圣子是把怪子的一堂拿掉 看得很难接受 我说明代人就这样写 不是我们破人子写的 有 你再放一个 香港对简体字有很多批评 但是他肯定两个字简的最好是阴凉两个字 在上面一个 在前面 阴凉在这里 就是阳字是一个日子 阴字是一个夜子 是这样一时明代人就这样刻出来了 那么这个简体字还有些超前的 你再放一个 放下来一个 再下来一个 这个简体字 左旁的这些都是刊本当中 比现在的简体更简体 所以我们从这些刊本要说 这个简体字不是中华人民共和什么时候在做的 我们前作一本两个 虎上五代时候出的一个祖堂基 青岩山上的一个笔课 181个字 4个字是简体字 所以这个我有篇文章讲 这个简体字是有史以来就有了 是非常长久的 所以我认为说是明兰文化对 这些刊本对文化 明兰文化有两大贡献 时间关系 我就谢谢 苏大师谢谢 我们行家一出售便知有没有 他从版本以及文字 或者就是说 校对这个新的过程 从里头的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发现 那我现在要先补充介绍两位 因为我们小东路 那修路的关系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那堵车很抱歉 那现在我先介绍我左手边 那个高美华教授 高教授 本来应该马上特约讨论这篇文章 但是因为让他休息一下 他来得很充满 那稍微喘一口气 那他是我们中文系 那专门研究戏剧的教授 另外我要介绍第二篇宣读者 叫刘兰芳教授 刘教授是我们台湾文学系里头的 这一个戏剧教授 他专门研究台湾的这一个戏剧的问题 我们现在请刘教授宣读 老师各位专家学者 余慧嘉宾大家好 我今天宣读的这篇文章叫做 台湾那台歌仔戏剧本当中套路段子的应用 那么我首先解释一下套路段子 这就是我们台湾 台湾国家一般我们都说掌桃 掌桃 那这个掌桃因为用 这样书写出来的话 讨论起来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把它 这个我们后面有讲到 为什么会把它改为套路段子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 那因为掌桃在这个 掌桃来说是在 特别是在掌桃的时候 就是即兴的这种活系演出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但是这个通常它是一个 表示一个即兴的段落 一个表演或是情节的段落 那照理来讲 这样的段落通常进入剧本书写之后 一般的剧作家 他会比较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看法 或自己的安排 很少说在这个一个定型的剧本当中 会出现这么多的掌桃 那但是我们在现在内台歌仔戏剧本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甚至不暂时继承传统的 还有新的自己流行出来的这些掌桃 那这使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其实这是在我博士多文里面的一小部分 可是我觉得当时没有写好 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 可以继续把这个观念再重新整理一下 这是我后来写的这篇文章 那我想我今天这篇文章分成几个部分 就是说前面就是对于 为什么内台歌仔戏的一个背景 那内台歌仔戏是跟大陆歌仔戏 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发展 那特别是在49年以后 那在49年前可能这个大陆也有这种商业剧场 特别我知道像福州戏 现在因为台湾歌仔戏受到福州戏非常大的影响 那福州戏的很多演出观念 跟商业剧场的这种竞争观念 事实上对台湾歌仔戏都有一些 不管剧幕上的继承、表演方式、舞台布景等等 那但是台湾歌仔戏有一个很特殊的发展因素 是因为他在1920年代中期 他在成熟成大戏之后 他直接进入了就是商业剧场 那他在商业剧场得到商业剧场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他在整个歌仔戏在发展的部分 然后他事实上他是一个职业剧团 以及商业剧场 他面对的是一种通俗文化的一个环境 那这使得歌仔戏的这个整个 台湾歌仔戏的气质很不同 那以前在歌仔戏演出大部分是以活戏 也就是大陆所称为的幕僚戏为主 就是作画戏用讲的 一个讲戏先生这样讲 那在1950年代由拱垃圾开始 产生了定型的歌仔戏剧本 那这种剧本的形式 事实上他是连台本戏 是五分、十分这种连台本戏 像现在的小型连剧剧这样的方式 在内台戏院上演 那他演出范围非常之广伴 当时台湾包括不只是彰化 有二陵到王宫这种比较小的地方 或是西螺、小的乡镇 他都有戏院 所以他是非常普遍 也是当时台湾人民 一种非常通俗的一种娱乐 那我从这个角度是要了解 内台歌仔戏他的整个写作形式 跟他的这种剧本形式 事实上跟我们现在所读到的 传统剧目有很大的不同 或许我们在大陆看到很多剧种 他们整理他们的传统剧目 但大部分是折子戏 或是说一本的孤本戏 那在台湾歌仔戏这种民国 也就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左右 这种内台歌仔戏这边 几乎都是连本 那所以在这样的方式上 我们发现在这些连台本戏当中 他有存在非常多的套路 那我想请大家看到这个第三页 就是我这论文大概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斩头 在外戏里面什么就是斩头 这套路段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第二跟第三部分 我是想讲到那台歌仔戏里面 那么继承传统剧目的斩头 以及他自己新流行发展出来的斩头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在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三页 活系中的套路段子 那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想到那会用斩头 那那斩头的写法就有这两种 那么我从这个运和其来 就是我们在瓜彩 施老师专家 在瓜彩里面说 瓜边咯这斩天 童地列为正 正现行 这是众人的众 这个字 听好那是有缺氧 没险房令来斩行 那个这个斩 这个写法上就是有这个 下面是一个斩一个金 或者一个斩一个土 这两个字我们一般念起来就是 譬如说下面孟江女 头斩小妹露露挡 尾斩稍好贴挡 中斩稍好刷夷 你看他这个斩的这个用法 斩就是一个段落的意思 那么这个斩在活系来讲 他代表是一个情节 或是一个表演的段落 我在第四页有做解释 那在第四页的尾巴就是讲到 这个套路段子的名称的由来 这是在2005年 我在上这个 胡范川老师的民间文学的课的时候 我有问过老师说 这个斩袍我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翻成 华语啊应该怎么翻比较好啊 后来老师建议用套路段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喔 也就是说这个套路段子 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套路 因为它代表是一个阶段的一个表演喔 所以我在这个第五页的地方 我举了这个故事的歌手 也就是这个主题的观念喔 事实上它是一个观念 就说它是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在民间艺人来讲 它是心里的一个资料库喔 譬如我现在去寒梅花要尬他四年三 我要唱歌给他照项 他一定有一种标 我相信全州系可能也有啊 可是就是这种 特别是活系这种斩头很重要啊 我今天如果做到照项的斩头 我就可以这样做 我就有这种唱唱 我就有这种表演 它基本上一套一套的喔 那这个这种主题 就像民间艺人想要讲 它虽然是一套 但是好的艺人跟他的艺人差别很大喔 就像一个会唱歌的人跟不会唱歌的人 在故事歌手里面讲到 他会唱完他会敷衍 那我们再往下就说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掌头的观念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那一台戏的剧本 即便它是定型的作家写作 我们应该称之为作家文学 但它在这个作家写作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传统这种套路段子的继承喔 所以你譬如说我这边举了几个喔 就是列举几个 不是只有这些 就是我因为PFY 我只列举了几个 譬如说我列举的是打鸾架 歇丁山三寝梵梨花喔 像打鸾架 这个就是表示这个西公娘娘喔 她这个她本来不能做鸾架的 她又要去挡某一个清官的道路 于是她就借来全副半副鸾架来路上挡你 那这个就是包整打鸾架 在京剧就有这样的戏 在歌仔戏也有 那么她整的这场戏 其实金银天狗这一场戏的演法 几乎跟短的玩家一模一样喔 那还有像这个薛冰宽三寝梵梨花到第三寝的时候 梵梨花是炸死的喔 那这还有同男同女的表演 那这个在这个爱怨情片这里面的演出 也是这样的演法 还包括混雄龙 这是可能在歌仔戏最常出现的 不是最常 常常出现的一个长头喔 就是她这个婴儿鼓劫大人 所以后来这个婴儿要请求大人来完容 希望她原谅的时候就拿着家法 希望这个想戈戏这样子 那还有像明雷军团那儿喔 孟立军的尤尚林 尤尚林这一段是几乎很多剧种都有演的 都很受欢迎 尤尚林这样的长头 在那台戏剧本也出现好几次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狸猫换太子的夜神郭怀 在第九页喔 我这边有标出这个她怎么样去改 这个夜神郭怀的这个做法 那事实上这个夜神郭怀 她本身在京剧里也是一个长头 那如果大家对京剧比较熟悉的话 不只是夜神郭怀、神郭怀 像清官册这个扣准审攀仁美 她也是用一样一模一样的套路 那譬如说把这个牙翼变成公 这个牛头马面 公堂变成灵堂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讲 事实上表示在很多剧种 在他们这个初期的时候 在剧作家可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 或是刚介入的时候 事实上这种长头的用法 是非常之普遍 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商业 特别是商业剧场 如果你有卖票压力的时候 这种长头会出现的越来越多 那这个是传统的 那第三部分我谈到的是新编、戏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台湾那台这台戏 在特别在49年之后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发展 就是说他的这个竞争非常之强烈 当时听说啊 就是我们大致不可考试 从凡望中来 就当时小小的一个台湾 有三百多团的歌台戏 然后这些兴盛到什么程度 当时艺人是没有 不会回家的 都住在戏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住在戏台 所以这表示他的这种繁荣的程度啊 那在这这麽竞争的一个状况之下 在49年之后的那台歌台戏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当然是让我们高游过 在这边了 他们可能赛 서点击 而我们大概到 우체 初一向 我就先聋一报 而且告诉 memb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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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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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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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